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是说因为他年纪大 如果上不了春晚我就对不住他 事不能这么说 我跟你思维不一样 那我还保留吧 那我也没法 我刚才说的话 我不知道你听进去没有听进去 就是你不能强迫别人加入你这个团队 去实现你的梦想 你在绑架你的太太 你可口声说你是为了让你太太开心 我想我请问一位老师 我采访一下一位老师 你觉得他 梁先生给你带来愉悦了吗 没有 我特别难受 因为所有的艺术的话 一定他有一个核心 他要美 他要有美感 我丝毫看不到美 我也感觉不到愉悦 相反我很痛苦 我特别纠结 我很不舒服 这是我看过您表演的最直接的感觉 那么清清老师我想问一下 梁先生的表演让你感到愉悦了吗 我觉得除了像刚才一位老师说到的 很不舒服的感觉之外 我还有一种很愤怒的感觉 有谁 有义务成为你的虚荣心的陪衬 为什么一定要这样 不客气地说 刚才您那不叫小品 您那叫杂耍 我想您活了大半辈子 您为社会已经做了很多的贡献 您之前卖小吃 您开学校 之前我看到的您 在屏幕上出现的您的那些大照片 捧着奖杯的照片 实话说我特别感动 您热爱表演小品 您喜欢给大家带来快乐 这没有错 但是你要首先给家人真的是带来快乐 而不是像刚才拍着桌子说 我就是天下第一 我相信在现场 如果有谁敢说出这样的话 我们不需要任何心理学知识 都可以说他疯了 能理解吗 谢谢 我希望您成功 我希望您生活幸福 我希望您生活幸福 好吗 我们是表演一个段落 我们不是在演小品 演了一个段那里边的东西 您觉得您纠正我有意义吗 所以苗先生 我觉得你说的有一句话 是非常非常对的 就是你说你需要去学习 我真的特别觉得您需要学习 人只有学习才知道自己的浅薄和无知 所以学习是好事 您找到了一个好的方向 您应该好好学习 苗先生我非常迫不及待想送你一句话 自我膨胀是要有限度的 气球的毁灭就是一个例子 今天你妻子送你进精神病医院是错的 我担心明天你妻子送你进精神病医院变成是对的 好 谢谢 好 这边宅先生已经卸完妆了 我也想问一下 您演这个小品 配合他刚才一直演这段 是什么吸引了您 他还是不想配合 他明明的也不想演 这没办法 我 我就装了这一件了 您是出于同情他 不忍心 我 还是想就朋友之间帮这个忙 说这个他这个梦想的就是上春晚 实现上春晚 我考虑这个春晚的 我们现在的就是我们这个春晚 好像是一个固定的模式 他就是春晚 别的就不是春晚 我也 我想到即便是你上不去那样的春晚 你在其他地方演出也是照样上春晚 我是出于这个这个这个目的来防止他 因为他有这个梦 气死我 他是个骗子我跟你说 不是他作为我的老公 根本不会走到这一步 那这样我再问您最后一个问题 您跟姚先生在合作演小品的时候 他付您钱吗 就不过就是我吃的是他的饭 因为他们你高小吃的嘛 你还在这说呢你 他这个骗子我跟你说吧 不是他在重用我的老公 根本不会走到这一步 是您重用 是您重用他去一起演小品 还是他邀请你 原先我老公他找了都是那个 专业学校毕业的大学生来演 那找了三年前吧 后来了 隔了一段时间不演了 这是他们又出现了 那帮街派又在这演 都是他们这一伙人干的 每天在那里吃 中午吃晚上吃